剛下計程車黑外套男搖搖晃晃 一名白衣男子突然對著他破口大罵不斷叫囂 似乎是想要和他理論 但下一秒竟然拿出一把刀衝上前朝黑衣男身上刺 一連好幾下才被架開 但被害人表情痛苦倒在地上 幾乎沒有辦法動 對方還上前二度攻擊 唐在病床上痛苦開始直播不斷喊痛 他是33歲的港籍男子江牧師 藏在臉書和YouTube上面發表政治言論 過去曾在香港被控煽動意圖作為罪 被判刑八個月 出獄後來台生活卻在街頭被砍 造成背部中刀手指也受傷 白衣男背著包包走下樓梯 跟朋友到酒店聚會 一群人有說有笑卻在門口遇上了江牧師 拿到捅人 事發就在臺北市林森北路上 附近有不少酒店 凌晨4點多雙方就在這爆發衝突 當時港籍的江牧師下了計程車要回家 就在這地方被人砍傷 警方調查他下車時疑似說了粵語 對方卻誤認被嗆瞎才會行凶 警方目前帶回在場的相關人釐清案情 而江牧師的室友指出 他平時都在直播沒有工作 應該沒有跟人家截仇 他們共三名香港人一起租屋 江牧師就在事發這天要入住 卻連家門都還沒踏進去遇上遲刀攻擊 TVBS訊號就夠交易買TV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